运动队介绍八岛江苏四方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块金牌的产生的决赛 女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 在第八道出发的是江苏队 在第一道出发的是东道主陕西队 他们在这个预赛当中的成绩是8分20秒05 在第七道出发的是山东队 葛楚彤 欣欣 马千涵和刘晓涵 成绩是8分08秒68 在第二道出发的是广东队 李嘉平 陈慧慧 于李延还有劳力慧 紧急成绩8分08秒44 在第六道出发的是浙江队 他们的紧急成绩是8分07秒05 而在第三道出发的 这就是在奥运会上的圆满人马 联合队 杨俊轩 汤姆涵 张宇飞 还有李明杰 我们的预赛当中的成绩是8分06秒14 第五道出发的是辽宁队 而最后登场的这一组是在第四道出发的河北队 晋级成绩最快8分01秒01 在第三道出发的联合队他们的晋级成绩是8分06秒14 而且在预赛当中呢 当时和奥运会所选择的策略是相同的 同样血藏了杨俊轩和张宇飞 而两个人呢 节省了体力来进入到决赛的比拼当中 张宇飞刚刚是又拿到了一块金牌 在200米的点泳当中 我们来看今天最后的大戏 女子4成200米自由泳接力 从画面的下方到上方 依次是第一道到第八道 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裁判员组织运动员出发时 请报时安静 一面影响运动员出发 谢谢合作 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裁判员组织运动员出发时 请报时安静 一面影响运动员出发 谢谢合作 比赛开始 女子4成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 这个项目 中国队在刚刚过去的奥运会上 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刷新了世界纪录 7分40秒33 同时这也是目前的亚洲纪录 和全国纪录 原本人马在第三道来出战 第一棒是杨俊轩 在前50米过后 广东队排在第一位 联合队排在第二位 广东队暂时排在第三位 马上进入到第一棒的半城 率先折返的还是广东队 第一棒是李嘉平 04年5月29号出生的小将 目前联合队还是排在第二位 山东队的第一棒是葛楚虹 同样非常的年轻 今天是他的18岁的生日 联合队目前落后广东队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0.85 在第一棒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25米冲刺阶段 杨俊轩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加速 而且已经逐渐追赶上了 在身边的广东队的第一棒李嘉平 目前来看已经实现了一个小的超越 马上要进入到交接棒的阶段 联合队率先第二棒进入到泳池当中 第二棒是汤姆涵 广东队的第二棒是陈卉卉 目前在第五道的辽宁队 在第二棒当中往前追得非常凶 辽宁队的第二棒是王敬卓 目前辽宁队已经超过了广东队 紧追联合队还在第二位 进入到第二棒的后半程 目前场上的局势在逐步的简化 联合队目前还是在比较明显的领先位置 而在第五道的辽宁队 第二棒王敬卓 帮助自己的团队 把名次往前提了一些 目前辽宁队落后 联合队一秒五四 广东队已经落后的两秒六四 马上要进入到第三棒的争取当中 联合队率先进入到第三棒交接 联合队的第三棒是张宇飞 今天这个比赛对张宇飞来说 确实是体能上的一个考验 之前已经在单项当中 由于是决赛 而且是自己最擅长的项目 所以肯定现在体能上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影响 目前山东队在第七道已经追了上来 他们超过了广东队 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三位 而且距离在第二位的辽宁队已经是越来越近 因为在特殊的情况之下 本身联合队的存在 可能就会给其他的队伍带来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这个也是本届全球会的更大的一个看点 并不是说有联合队的存在 这个比赛就变得没有任何悬念 反而是这更能激起其他的队伍的力量 张雨飞在150米的地方看上去 已经被身后的运动员逐渐的追上 目前在第五道的辽宁队 第三棒是侯雅文 已经把差距缩小到一秒以内 而在第四道的河北队 目前已经追到第三 河北队的第三棒是于卓轩 来看一看联合队第三棒张雨飞 能不能够扛到最后 目前他的领先优势已经越来越小了 进入到最后的15米 在第五道的侯雅文追得很死 还是联合队率先完成了三四棒的交接 进入到最后一棒 但是现在他们的领先优势已经只剩下点七秒 联合队的最后一棒是李冰杰 而辽宁队的最后一棒是邱玉涵 看得出来在最后一棒的争夺上将会非常的激烈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来进行了第一次的折返 而且现在辽宁队已经把差距缩小到0秒31 看一看今天究竟能够给联合队带来多大的挑战 看上去辽宁队已经在身位上实现了对于联合队的反超 这场比赛还是有着很强的观赏性以及很大的悬念 辽宁队在几乎到最后100米之前已经对联合队超过了0秒29 最后的争夺将会非常的激烈 辽宁队的最后一棒是邱玉涵 联合队的最后一棒是李冰杰 两个人这会儿都拼了 李冰杰的滑水频率更胜一筹 现在他也逐渐的把身位再重新抄回来 李冰杰经历了一个领先被超越 再到超越对手的一个过程 在进入到最后的50米 李冰杰开始逐渐的拉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他进入到了冲刺阶段 不管是滑水的频率还是幅度 他都已经要比对手更强一些了 逐步的开始甩开了辽宁队的最后一棒邱玉涵 但是邱玉涵还没有放弃 进入到最后的15米 邱玉涵还在紧紧的追赶着 联合队的最后一棒李冰杰 但是这个金牌没有悬念了 联合队最终拿到了金牌 但是现场更多的掌声 看上去像是送给了在 第五道结束比赛的辽宁队 他们今天给联合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而且在第四棒当中一度实现了反超 最终河北队在比赛当中拿到了铜牌 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作为东道主的陕西队在第一道完成了比赛 这样的话今天 全英会游泳项目的第五个比赛日 全部落下帷幕 以联合队在女子四乘200米自由泳节里当中的问鼎而告终 最终的比赛不愧是压周大戏 确实非常的精彩 尽管在前两棒当中联合队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 但是在最后一棒 他们受到了梁京队非常强烈的冲击 甚至一度落后来到第二位 但是在最后的50米当中 李明杰还是凭借着超强的后城 重新抓回了领先的优势 帮助联合队保住了这一块金盘 最终联合队的夺冠的成绩 7分53秒73 女士们先生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三星陪游泳比赛 男子一百名自由泳枪 颁奖仪式将在稍后举行 请您稍事等待 从前两棒的领先优势来看 其实联合队还是建立起来了不错的领先的幅度 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在第三棒当中张雨菲由于在之前 在今天同一个比赛日同一个时段 刚刚结束了自己的200米蝶泳的比赛 所以体能上肯定会有影响 而最后李兵杰依靠着自己的强大的后程 最终把优势重新找回来 当然我们也要向拿到银牌的辽宁队致敬 他们向联合队形成了送上了最大的冲击 最后他们的拿到银牌的成绩是7分55秒55 只落后1秒82